露晨 这神像的第三只眼 似乎能看到神像内的空间 张仲伟整个 趴在神像上 低头凑近那十眼 大声说道 顿时 我心中一喜 总算是有收获了 我警惕地向着身后 枯骨看去 见这白骨风平浪静 我这才提着斩龙刀 几步爬上了这神像 顺着张仲伟所指的方向 低头一看 眼前 顿时出现一片金芒 这真是一句功德今生 这句功德今生 可是比之前英霄王那句 强大数倍 浓烈的金光 照耀得我眼睛疼痛难耐 瞥了一眼 我急忙抬起头 诧异地看住张仲伟 这时向内 竟然还有一句功德今生 这小小的深渊内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功德之力 这一点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功德之力 乃是由信仰产生 一句功德今生 更是需要千万万信仰之力 才能凝聚 而在东方这片土地上 可从未有真正 纯粹的信仰 至于那诸天神佛 对普通民众来说 有用财信 若是没用 随时都可能抛弃 就算神话传说的至高神 也被换了数代 从始至今 除了玄门三教中的姬位 以及武圣 文圣 财圣等几位 或许有可能凝聚了功德今生 除此之外 几乎毫无成功凝聚的功德今生 可是这小小的深渊内 竟然有这两句功德今生 实在是匪夷所思 此时此刻 就连张仲伟也是诧异地 抚摸着这句神像 作为龙虎山道士 那是玄门传承最久远的一支 张仲伟一连看到两句今生 心中也是大卫震惊愣愣地 坐在这神像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是我低头看着 神像功德今生 总感觉不对劲 尤其借助超感 我总感觉着神像内的功德今生 就像是一个碎玻璃罐一样 是有什么东西 一片地粘合在一起 虽然看似完整 但早已精髓 裂成了亿万分 沉思许久后 我才开口问道 张前辈 若是这句功德今生出世 你还能不能阻挡住 慢慢地 张仲伟这才从迷糊中缓和过来 最后 沉重地点点头 莫问题 听到张仲伟的话 我手中毒石举起斩龙刀 向着这神像的第三只眼 用力插去 手中 一股股真龙之气也瞬间移动 疯狂涌入这神像中 与此同时 我手中一张太阴鸣雷符 也被我快速引动 手掌一按 直接将其射入这神像中 刺了 太阴鸣雷接触到四周的阴邪煞气 雷蛇转动 瞬间就将其中的纯阴之气吸入雷电中 爆发出一股更为强悍的长雷 直到开启超感后 我才看出这太阴鸣雷的变化 能吞噬阴邪之气 壮大几身 跳 我抬手拍了拍张仲伟的肩膀 纵身一跳 顿时从高大的神像上一跃而下 接着 双腿飞动 向着石殿门口跑去 在我身后 张仲伟丝毫不落下风 紧直而来 咔嚓 咔嚓 突然间 这双头三目四臂神像上 快速裂开了一条条缝隙 一丝丝金光也从缝隙中流落而出 其中 还伴随着一道道长雷 突然 碰 得一声 整座石像瞬间砸来 乱世飞溅 强烈的金光 瞬间将四周的一片漆黑的石殿内 照射得通彻明亮 而在金光中 一道道太阴鸣雷来回穿梭 将一股股金光粉碎于虚空中 啪 突然间 整个功德金身如同烟花一样 瞬间炸开 一个个金色光团 立刻色满了整个石殿 一团团金光 在石殿内疯狂跳动 这 我和张仲伟顿时面面相去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我手中一动 立刻借助真龙之气 将一个金色光团射入手心中 低头仔细查看了起来 只见这金色光团中 竟然有着一个细小的鬼魂在其中徘徊 我急忙抬头看石殿内的金色光团 一眼看过去 这里的金色光团足足有大几万团 随手一抓 每个光团中似乎都有着一道鬼魂在其中 心中一动 我顿时想起了之前张仲伟施展招鬼术 即使经过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 张仲伟竟然也能召唤到鬼魂 那鬼魂 与这金色光团中的魂魄 几乎一模一样 这些鬼魂或许从未消失 一直存在这深渊中 我还低头观察着手中光团 而张仲伟突然拍着我肩膀 抬手一指 露晨 你看那神像中 似乎有着一块石碑 被张仲伟这么一提醒 我才仰起头 果真 我将手中的光团 随手丢在地上 握着斩龙刀 全身真龙之力 顿时扑笑而出 凝聚在刀刃之上 接着 和张仲伟并排走到了石碑上 这石碑上的文字 开始的时候 是秦朝时期的小撰文 而到了后面 几乎就是一长串的英撰文 张仲伟很快就将小撰文翻译了出来 张仲伟紧咒地说道 根据这石碑上的记载 这深渊中的人 大概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民 大概是八国的一支 巴蜀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两个 根据张仲伟的解说 我明白了这段历史 这些移民进入到了这里后 就在此身生存了下去 而且立下祖训 后世子孙勇士不可出深渊 剩下的 就是深渊内的一些历史 而后面似乎是小撰文已经失传 石碑上开始出现的文字 变成了英撰文 张仲伟不懂英撰文 但是我大概能看懂 我接着慢慢解解说 原来小撰文和英撰文的交替过程中 这深渊内发生了一次一变 随着时间流逝 深渊内的人已经繁殖了十几代 这时 慢慢出现了一些带有先天残疾的后代 深渊人 则是认为这是神的惩罚 作为现代人 甚至不用思考 这是由于近亲结婚带来的结果 而第一个有座位的残疾人 就是一个连体人 双头三目四臂 他继承了深渊内的神职祭司 成为了深渊内的首领 在深渊内的文化里 所有神职祭司 都必须学习英撰文 而且 这些人似乎懂得如此修行 布置风水局势 炼制鬼怪 那些英宵 便是出自于周围连体人祭司的手段 而且 他似乎有手段 能保存人的灵魂不灭 所以 当深渊内人死亡后 都是由祭司取出王魂 将其投入这神像中 这些王魂 受到神像的滋补 不仅仅不会消失 而且还能保留灵志 不过 这些王魂 需要在神仙内每天祈祷 信仰真神 看到这里 我终于知道 为何这小小的深渊内 汇聚几两道功德经身体了 就这样 直到最后 深渊内只 剩下了一个人 而他再也忍受不了 在深渊内的孤独 于是想从此地走出去 可因萧王的职责 不仅仅是护卫深渊 防止外人踏入 而且还看守深渊内人 不许他们走出深渊 看到这里时 我立刻扭头看着身后的 那句诡异枯骨 这句枯骨的主人 应该就是深渊中最后一个人 同时 他也是深渊最后一人祭司 根据石碑上的记载 每人祭司 不仅仅要学习英传文 而且 寻得具备和鬼神沟通的实力 以及遇使深渊煞气 这份实力 恐怕不亚于风水天师 石碑最后的几行字 便是这位祭司留下的 上面 是他祈求祖宗先魂 放他离开乌冤 可是最后 似乎遭到了拒绝 最后 貌似就是他想以强大的实力 冲破封印 可最后 似乎也失败了 此时 我终于知道 为何这诡异骸骨 为何会每隔一段时间 汇集乌冤内的煞气 向着神像冲击 直到死亡后 他还幻想着从这里逃出去 可惜 这乌冤内的煞气 太过浓郁 还有阴霄王等东西 在此地守护 这位祭司 虽然能调动乌冤煞气 但是神像中的阴魂 同样有实力调动煞气阻挡 除此之外 石碑上不仅仅记载了 如何将深渊一名灵魂提取的方法 也记载了深渊中 这些阴邪煞气 是如何炼制的 整个深渊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风水巨煞阵 以十八层深渊未兆 吸取地脉之气 在府佐久大炼煞地 将地脉之气炼制出阴邪刚煞 环绕在这乌冤之中 然后以乌冤内的阴邪刚煞 不断地温养住神像内的阴魂 保持这些阴魂不散 可是 只有阴邪煞气很容易让这些阴魂充满暴力之气 丧失神志 经过基带祭司的研究 这才让乌冤内的阴魂在神像内每日起头 积攒功德之 以功德之力 护诸最后一丝神志 我越往下看 心中也是震撼 以我现在的风水实力 我自认为无法 布置出如此精妙绝伦的阵法 而且 还能保持阴魂不散 维持上千年的运转 至于那九大炼煞地 我心中似乎已经有了猜测 我们之前逃出的石洞内 堆积了上万的骸骨 其中阴邪煞气汇集 隐隐约约 也符合这石碑上记载的九大炼煞地 我扭头一看 张仲伟眼勾勾地盯着盯着我 路晨 你找到那些人失踪的地方了吗 找到了 我随口应答了一声 接着将石碑上记载的消息 大概地和张仲伟诉说了一遍 这巨煞的手段 倒是和古代那些炼气方式有些相似 张仲伟沉默了一会 略作怀疑道 先秦时期 百家争鸣诞生了不少炼气方式 这些炼气方式看到生老病死之后 开始妄图修仙 开始借取天地之力 使自己长生不老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帮助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 这段时间内 上至君王 下至黎明都踏入求所长生的路途中 尤其是对鬼神 天地的钻研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自然而然 得到了许多玄门秘法 道教座位玄门三教中 最为古老的传承门派 也是继承古代炼气方式资料最多的势力 张仲伟心中照做沉思 便知道了这深渊内的局势 接着 他拿起手中木剑 随手一挑将一颗较大的金色光团射入手中 陆魁首 待会我会施展赵鬼术 将那九大炼煞的询问出来 但是 刚才我们从暗河中带出来的食物 刚才被煞气冲击粉碎一空 陆魁首 你待会折回地下暗河内 再次捕捉一些鱼 失踪那些玄门奇门弟子 饿了好几天 即使被我们找到 恐怕也没有体力从这地方走出去 张仲伟立刻叮嘱道 我点了点头 自从我将此地风水局势和张仲伟讲解过后 他似乎对此地的局势 了如指掌 疲倦的脸上 也多了一丝自信 那好 那这些人就拜托你了 我冲着张仲伟说了一句 便提着斩龙刀 一步跳入通往地下暗河的石洞内 可惜了 刚才我们费尽力气带出来的鱼肉 会被那股煞气冲击得丝毫不胜 现在 只能继续去大牢 索性 这不是什么难事 进入石洞后 我双腿飞快跑动 很快就再次来到了那地下暗河旁边 这里被乌约内的人 挖凿出几十个水坑 我伸手快速地捞取这水坑中的陶罐 很快就再捉到了十几鲸鱼 用斩龙刀穿着鱼肉 飞快地向着石垫内赶去 刚刚走出石洞 我就看现张仲伟手心捧着一团巨大的金色光团 随着手中法掘掐动 飞快就将金光击碎 将其中包含的阴魂提取了出来 随着一张 俘虏贴在这阴魂上 张仲伟立刻闭目养神 进行敏感 许久之后 张仲伟这才睁开眼睛 看着我点了点头 陆魁守回来的正是时候 我已经找到了那九处炼煞地 好 我兴奋地点了点头 快步将手中的鱼放在石垫外 提出斩龙刀 走到了张仲伟身边 张前辈 事不宜迟 我们快点去寻找那些失踪的人吧 找到了那九大炼煞地 剩下的就好办多了 张仲伟带着我来到了一处石壁前 手中木剑敲了敲 顿时发出一阵 砰砰砰的轻声脆 一听便知道 这石壁后是中空的 陆晨 你将这石壁打开 我走近一看 四周石壁上果然有几条细小的石缝 和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石壁 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提起斩龙刀将其狠狠地插入这石缝中 用力一翘 轰隆 一声巨响石门立刻向上弹开 露出一个漆黑的通道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圈 手中真龙之气顺着 这通道内快速涌出 很快 我就感觉到真龙之气 到达一处巨大空间内 我们被困得石洞 如出一辙 我扭头看着张仲伟 点头道 通道的后面 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石洞 比起我们之前待的那个 差不多 下去看看 张仲伟急忙催促道 我握紧斩龙刀 顺着通道慢慢摸索了下去 很快 一道石门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 用刚才的办法向着石门底下 用力一翘 轰 背下石门瞬间打开 我伸出半个头 向着实好奇地看去 瞬间 咻 背一下 一股凌厉的煞气顿时 向着我迎面砸来 不好 我轻呼一声 手中一动 一股真龙之气瞬间涌出 将这股煞气挡住 我定眼一看 石洞中央站住一个衣装革领 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 年龄大概在三十七八岁 如同一个成功人士 你是什么人 此人似乎看我有些面声 于是大声问道 而就在此时 察觉到异样的张仲伟也站在我身边 身头一看 顿时脱口而出道 殷山天拜兴 桑坤 殷山天拜兴 这赫然是殷山法脉三十六天刚兴之一 话不多说 我瞬间取出斩龙刀 全身真龙之气猛然鼓动 敢图谋西南者 必死 张仲伟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 殷山法脉这群人 竟然敢图谋西南 我岂会轻易放过他们 我头一缩 将自己的身影完全隐蔽气力 双手提着斩龙刀对准洞口 只要这群殷山法脉的人追上来 我推手就是一刀 想逃 做梦 就在我小心翼翼地准备时 桑坤身边突然走出两个中年男子 看着石壁上的山洞 激动地大喊道 我们有救了 有救 桑坤讥讽大笑了几声 接着开口道 悬门这群人 阴邪歹毒 肯定在洞口埋伏好了 只要我们冒头 他们肯定会弄死我们 别忘记了 我们是怎么被逼到这处绝境的 桑坤呵斥了一声 听到这些话 我心中不由的一沉 本想在这里伏击这群殷山法脉的人 将他们弄死在这里 可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如此狡猾 竟然猜到了 我要干什么 我心底 不由的一阵可惜 突然 桑坤弯腰捡起几块石头 向着石洞内扔了进来 同时 高声喊大道 张前辈 你准备就这样走了吗 你们悬门这些弟子 你就打算不管不顾了 任由他们饿死在这里了吗 悬门弟子 听到这句话 我心中不由的一沉 刚才我向着石洞内瞟了一眼 似乎并未看到悬门弟子 难道有诈 我还没 来得及仔细思考 可是我身边的张仲伟 此时也顾不得这些 手中木剑一动 就向着石洞外走去 这次悬门弟子流落此地 也是为了追杀 殷山法脉弟子 保护西南安危 作为西南的一份子 我自然不忍心 同袍被困此地 见此 我无奈只能跟上 看着我俩 再次从石洞通道内走出 桑坤得以一笑 接着桑坤双手一挥 提出两个悬门的人来 站在桑坤身边的两个中年男子 闻声而动 立刻走到一个地下石洞口 抓住一根衣袖 双手用力一脱 顿时到家弟子和一个佛门弟子 被拉出石洞 这两个悬门弟子 似乎是饿了很久 脸色苍白无比 毫无血色 看到张仲伟的瞬间 急忙激动地大喊道 张前辈 快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这群魔鬼 他们要吃了我们 听到这痛苦的哀叫声 我一颗心 也不由地跟着颤抖了一下 低头一看 那佛门弟子的下肢 似乎已经被砍断 大腿上面的血肉 早已经不翼而飞 反观这三个 阴山法脉弟子的脸上 脸色红润 惊气不减 这群人被饿了三四天 竟然悬生龙火虎的 看到这一幕 我心底瞬间涌起一股怒火 放开他们 桑昆瞟了我一眼 不屑道 哼 哪里来的小杂碎 也配合我这样说话 让张仲伟给我滚下来说 他要是不同意 我就将这两人 弄死在这里 忘了告诉你 这时洞内悬门弟子 可不仅仅只有这两个 桑昆拍了拍手 反手从腰间取出一柄匕首 握在手中 一边说 一边还捏着匕首 向着那两个悬门弟子走去 杂碎 我牙关紧咬 将衣服上的鱼肉取下 放在这十洞口 提住斩龙刀 纵身一跃 直接来到了十洞内 张仲伟同样面色阴沉 脚下一动 也从通道内跳了下来 住手 张仲伟来到地面 急忙开口道 桑昆之势瞥了一眼 抬头看着我们头顶的石洞 嘴角微动 开始嘲讽道 嘿 两条狗还挺听话的嘛 听说你们这些人 都很重情重义 还有什么口号 不抛弃 不放弃 今天所见 果然不虚 接着 桑昆咄咄咄逼人道 看在你们帮我找到通道的份上 只要你把手中的刀丢过来 我会考虑放过你们 否则 我弄死这两个牲口 桑昆说着 几步走到那佛门弟子身边 举起那匕首 扑斥 一下 直接插入这佛门弟子的大腿处 似乎这处上还不过瘾 捏着匕首柄 用力一扭 啊 顿时尖门这佛门弟子 仰天凄惨嘗吼了一声 看着这一幕 我一颗心 如同被什么东西一把抓住 狠狠地捏了一把 听着这凄惨的嚎叫声我 我心中彷復在滴血 我忍不住 直接怒骂了一声 丢过来 而在我对面的桑昆 一脸无所谓 咬着牙齿 盯住我和张仲伟 低吼威胁道 张仲伟眉头一皱 眼睛眯起 似乎不忍心看这一幕 手中目尖一甩 直接将其丢了出去 还有那小子 桑昆扭头 直接看向了我 哐当 医生 我手中的斩龙刀也向着一边的空地 随手甩了出去 目光转动 我快速寻找可乘之机 都是老狐狸 我们丢了手中的武器 这些阴山法脉的人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手指尖 悄悄抹上了一张风铃七破符 还算实相 三昆得意一笑 目光扫过 我和张仲伟 眼角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 随手吩咐道 你们俩 过去将这两个人绑了 待会逃出去 我们将这张仲伟送给法王 这王八蛋 可是杀了我们不少好兄弟 桑昆扼狠狠地说道 好 桑昆身边这两人应了一声 随手将手中的这两个悬门弟子 推到了地上 揭拔下他们身上的长袍 狠狠地向着我们走来 你们小心点 悬门这些王八蛋 坏得很 临走前 桑昆依旧不放心 不停地提醒道 目光一直盯着我 张仲伟的一举一动 就在这两个阴山法脉弟子 靠近的瞬间 我手中一道风铃七破符 瞬间射向距离我最近的一人 与此提示 双脚猛然一动 整个人飞快向着桑昆扑了过去 找死 桑昆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我身上 看到这一幕 手中匕首顿时闪现在手中 这几天内 这群阴山法脉的人可是不缺吃的 一个个养精蓄锐 精气神比我的充足 桑昆脚下一动 手持匕首 直接向着我扑来 与此同时 桑昆全身一股凶猛凌厉的钢煞 也从身体中飞快涌出 随手一挥 快速向着我砸来 雕虫小记 我冷哼了一声 手中法诀快速掐动 一阴一阳未知道 六合八荒风水静 九空实地无须有 二十四方乾坤定 全身真龙之气顿时盘旋而出 飞快喜卷三坤全身 真龙之气互相连接 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封印 将环绕在它四周的煞气 死死定在空气中 这股阴邪煞气还未成形 便被我一招破除 失去了这股阴气 桑坤脸色顿时一变 桑坤面色发狠双手狠狠一动 握着匕首 向着我胸口一刀插来 悬门术法比我厉害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挡得住这一刀 我风水定气数一招 便将其周围气力封锁 但是这桑坤 不愧是阴山法脉三十六星之一 感知到自己散发出的煞气无法动用后 全身力气顿时蒙涌入手中匕首 向着我疯狂刺来 若是这一击刺中 今天我恐怕在劫难逃 反手间 清明铜镜已经出现在我手上 手指反扣 将其护在小臂上 挥手之间 我主动迎上了桑坤手中匕首 死了 医生 火花四剑 清明铜镜侧身划过桑坤手中的匕首 将其刀锋撞歪 可瞬间 桑坤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反手就朝着我腹部一拳狠狠砸来 碰 的一下 我腹部就感觉 如同遭遇了虫击 整个人被一股惯性冲飞 哒哒哒 一连后退三步 我这才止住身形 可接着 我忍住腹部剧痛 立刻转身跑了数十步 这才停下身体 腹部很快就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感 陆魁首 你没事吧 张仲伟也在瞬间制服了剩下一个阴山法脉弟子 急忙捡起地上的木剑和我的斩龙刀 飞快来到我身边 我没事 我随口答道 这三坤在进入阴山法脉之前 当过雇佣兵 正面拼杀的力量 即使我也不是对手 你小心一点 张仲伟郑重地解释道 难怪 我自认为我的敏捷速度 远远超过普通人 否则 在刚才那一瞬间 我也不可能将清明同镜取出 快速抵挡住他那一刀 可这生死之间拼杀出来的惊艳 可不是我的比拟的 桑坤尖一击 没有杀死我 眼神中微微有些失望 愤恨不平地怒骂了一句 可桑坤仔细一看 见我们手中都拿着武器 不由地眉头紧皱 只见他眼神斜瞟 看着倒在地上束手无力的两个悬门弟子 脚下快速移动 向着这两人快速冲去 显然还想劫持住这两个悬门弟子 以此要携我们 不好 快拦住他 看到这一幕 我冲着张仲伟急忙大喊 而就在我出生的瞬间 张仲伟手中目见一动 已经向着桑坤刺去 手指弹动 一股鼓扬舞雷 也同时向着桑坤脑袋射去 桑坤一声怒吼 全身肌肉紧绷 顺手一把将全身衣服撕开 露出那魁梧有力的身体 仔细一看 这魁梧身体上 竟然闻着一座怒目鬼面观音响 观音庄重威严 横眉怒目 俯视众生 不见丝毫慈眉善目 反倒像是那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手指之间 悬提柱八只争宁小鬼 桑坤看着飞快袭来的张仲伟 面容争鸣 突然大吼一声 是你们逼我的 你们要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接着 手中匕首一动 飞快在两只手的手心狠狠化去 一股鲜血顿时从手心涌出 很快就染满了整个手掌 桑坤双手一合 手指飞舞掐这一段法诀 接着双手一合 将手掌拍在胸口那鬼面观音的眼睛上 尼罗仲天 三千圣祖 观音灭世 助我破敌 桑坤大声一吼 手上的伤口 如同受到了一阵强大的吸力 一股股鲜血 快速从手掌中涌出 沙那间 桑坤整个人 彭腹失血过多一般 脸上的血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消失 在吸收了鲜血后 桑坤胸口上那鬼面观音 如同活过来一样 猙獰血眼缓缓睁开 手中八只小鬼 鼓舞地跳了出来 召鬼幻视降身术 冲出去的张仲伟 看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一变 嘴角张动 快速吐出一行字 我能感觉到 张仲伟对上昆山施展的这门降身术 似乎有些忌惮 我心中一急 深深地喘了几口气 胸口的疼痛感才缓乎了不少 而此时 桑坤刚毅的面容也开始变得阴柔了不少 挥手之间 身体上那八只小鬼化为一股漆黑引起 从桑坤身体上跳了出来 小鬼降舍 张口一吸 顿时间 石洞内的煞气犹如一道龙卷风一样 飞快向着这八只小鬼口中灌去 短短积个呼吸 这八只小鬼的虚薄身体就彭腹凝视一般 敢在这种急煞之地跟我斗 你们简直就是在找死 桑坤阴沉大吼一声 手中一动 四面八方的煞气飞快涌入他的身体内 原本的魁梧的桑坤 身躯上顿时出现了一条条的漆黑纹落 随手一挡 立刻将张仲为射来的杨武雷拍碎 好恐怖的实力 看到这一幕 我心中不由的一惊 张仲为剑一击不成 转身一动 立刻跑回我的身边 陆沉 这是阴山法脉的召鬼唤世降身术 能够召唤供奉鬼神上身 提升实力 这蔑式观音 乃是一尊强大邪神 实力不比我弱 而且 这蔑式观音在这极煞之地 能吞噬煞气增强实力 知会越战越降 不比张仲为弱 听到这一句 我心中一沉 张仲为可是踏入地仙之境的修士 那可是修到十六众的高人 这蔑式观音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看住张仲为慎重的神色 我急忙开口询问道 张前辈 那你可知怎么灭杀这蔑式观音 我来这里 便是和你商量这件事的 张仲为点头 继续说道 任何禽鬼上身的术法 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这蔑式观音 附身在桑昆身上 必定会吞噬 消耗桑昆体内的精气 一旦这蔑式观音 将桑昆体内精气 吸食干净 那自然会直接离开这具身体 待会 我们只要缠住这桑昆即可 张仲为留下一句话 手中木剑一挥 瞬间将地脉中的气力 汇集在剑刃之上 道家修炼核心 乃是天人合一 以自身小天地 引导天地自然之力 张仲为手中木剑一动 立刻向着桑昆悍然射去 两人飞快缠斗在一起 我缓呼了一会 腹部的疼痛感 才渐渐消失 全身一动 真龙之气 顿时扑笑而出 学住张仲为的模样 将这股真龙之气 快速压缩 附着在刀刃之上 在地下暗河旁 我也曾问过张仲剑气的 如何如何如何形成的 我心底虽然有了猜测 但是根本做不到张仲为那一步 张仲为虽然以道家密法 谢绝了我 但是却和我提及了一种 高压水流切割的机器 也叫水刀 上扇弱水 可当水流附加高强的压力后 让其高速流动 切实如刀 若是加入细小砂石 威力还会更强更大 张仲为射出的剑气便是如此 利用密法剑万千气力 将其压缩位一点 形成一道强大锋利的气力 我之前见到张仲为施展剑气 心中虽然有所顿悟 可和张仲为一番交谈后 我对这密法 渐渐有了更多的理解 环绕在我身体四周的真龙之气 随着我手中移动 很快凝练成一条线 犹如绳索一般 以我的实力 虽然无法将这股真龙之气 压缩成一个点 但是 将其附着在刀刃之上 还是绰绰有余 手中斩龙刀 用力一会 真龙之气 顿时化为一道金色光芒 向着桑坤胸口 飞快斩去 真龙之气 纵横劈出 在接触到桑坤 四周煞气的瞬间 顿时将其一一搓面 这股刀光 犹如可挡地 披在桑坤身上 啊 桑坤一声大吼 低头一看 胸口上已经出现了一条尺长的伤痕 一股股鲜血 也快速从伤口流淌了出来 两个王八蛋 桑坤顺手擦去胸口鲜血 扭头愤恨地盯着我 手中一挥 你们八个 过去将这小畜生给我弄死 桑坤说着 身边八只小鬼 顿时向着我飞快扑来 这八只小鬼 可不是 召鬼幻视降生术 召唤出来的 这八只小鬼 应该是桑坤用阴山秘法 取出婴儿鬼魂 炼制的恶灵 这恶灵 被桑坤日夜喂养 又被闻到那灭时观音身边 变得凶恶无比 双手挥舞 呲牙撩嘴 八只小鬼 分别从八个方向 快速向着我袭来 眼看恶灵 杀心自起 我手中法诀再次一遍 太上老君 教我杀鬼 与我神方 上呼玉女 收射不详 前有皇神 后有岳章 神师杀法 不必豪强 先杀恶鬼 后斩夜光 何神不服 何鬼敢当 急急如律令 随着我最后一个字落下 一股浓烈的杀气 顿时从我心底涌出 同时 手中斩龙刀一动 我再次将真龙之气 压缩附着在刀刃之上 斩 我一次喝出 双手握着斩龙刀 纵身一跳 向着最近的一只恶灵 快速劈下 这一刀是大里程 威猛绝伦 真龙之气 凝聚得金色刀芒 瞬间从浓密的阴邪煞气中 一斩而过 这一刀 不仅威力巨大 而速度也是极快 真龙之气 急奔狂勇 瞬间冲入那恶灵体内 两股截然不同的气力相撞 碰 得一声 这只恶灵犹如一个爆竹 在空气中爆开 扑 与此同时 远在一边 和张仲为缠斗的桑昆 似乎也感觉到了 某种不好的预感 心神震动 一口血水 从空中喷出 这恶灵 乃是他用心血喂养的鬼物 一旦生死 桑昆的惊气神 也会受到牵连 察觉到不妙 桑昆急忙扭头盯着我 愤恨不语 小畜生 你敢杀我的鬼童 我要你死 可就在这分神的沙纳 张仲为手中木剑飞快一动 已经抵达了桑昆的眼前 高手过招 任何一个不慎 都有可能造成致命的伤害 只见张仲为手中木剑剑尖 顿时插入桑昆眼中 手外一跳 一颗眼球 瞬间被张仲为挑飞 而就在这一刹那 木剑上一道杨武雷盘旋转动 瞬间射入桑昆脑袋 啊 剧烈的疼痛感 瞬间将桑昆思绪 拉回张仲为眼前 全身一股鼓煞气喷薄而出 犹如海浪一般 将这古杨武雷扑面 瞬间 桑昆就遭遇重创 两个王八蛋 桑昆一声怒吼 口鼻之中一股鼓煞气喷涌而出 与张仲为缠斗的呼吸间 蔑视观音引动的煞气 已轻轻占了他全身 桑昆全身黄白色的皮肤 此时也变得乌漆漠黑 犹如黑霉 这众将神术 用得越多 死得越快 我稍微瞥了一眼 将眼前的局势看在眼中 便扭头看着身边七只恶灵 刚才斩杀一只恶灵 就能影响到桑昆 若是我将剩余七只恶灵 全部斩杀 大吼一声 我快瞬间将斩龙刀抽回 扭头看着身后的一只恶灵 全身真龙之气狂卷动 一刀挥出 可惜我一人之力 无法面对这七只不同方位的恶灵袭击 斩龙刀挥出的瞬间 剩余六只恶灵 也飞快闯到了我身边 鸡霜鬼爪 飞快向着我腹部武脏袭去 这恶灵的煞气虽然比不得蔑视观音那般浓重 但是也远超厉鬼 如此浓烈的阴毒若是撞击在普通人身上 必定能将人三灯扑灭 将其活活冲撞而死 我的体质虽然远超普通人 但是并未修炼过玄门三教典籍 依我体内的阳妾 也挡不住如此浓厚的煞气冲撞 一刀横空 瞬间将刀刃瞄准的恶灵斩杀 看着扑来的乐鬼 我手中一动瞬间翻出清明铜镜 手指废物 嘴角快速念动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休一劫 正无神通 三界内外 为道独尊 体有金光 复印无身 全身精气神快速汇集 一道金光神咒瞬间覆盖在我身体上 这道神咒 不仅仅可以用来斩杀灭鬼 还是道家九大护身神咒之一 之前我便认真修炼过 金光汇集 一点点紫光悬浮在我头顶 这也是金光神咒大成之兆 喷喷喷 六只恶鬼疯狂地撞击在我身边 一股股浓烈的阴邪煞气 如同一柄长矛 猛烈疯狂地砸在金光之上 强烈的冲击撞得我全身气血翻涌 就连附体金光也在缓缓晃动 险些就要崩塌 心中一动 我急忙运转风水氧气术 将我全身精气神快速调动 这才将这道金光维持住 看着眼前六只恶灵 我牙齿一咬 将手中斩龙刀插在地上 反手之间 就将青鸣铜镜从胸口取出 抬手瞬间咬破中指 以我龙血为也 手指飞舞 瞬间僵化出一道金光符咒 万神朝礼 一使雷霆 鬼妖丧胆 金怪亡形 那有劈裂 雷神隐名 洞会交撤 武器腾腾 随着我口中法觉念动 空气中盘旋的五行之力猛烈晃动 被疯狂射入青鸣铜镜中 青鸣铜镜上金光大涨 抬手举起青鸣铜镜 向着身边六只恶灵一照 砸碎 你好狠的心 当着我的面 竟然想斩杀我的这六只鬼童 这鬼童一死 我岂能活命 桑坤咬着大喊 接着 他不顾疯狂袭来的张仲伟 还想要将这六只恶灵 召唤回去 可惜已矜持了 我不顾他的言语 转动青鸣铜镜 向着这六只恶灵 猛然一照 咻 一股金钟带子的光芒 瞬间照在这六只恶灵头顶 沙那间 六只恶灵全身晃动 一道道紫色雷电 已经疯狂在恶灵体内游走 这金光神咒 那是采集阳刚之气修而成 碰着这阴邪煞气 两气相冲 立刻在恶灵体内闸开 可惜 这剩余六只恶灵体内煞气浓击 一道金光神咒 不足以将其灭杀 可这就足够了 看着六道恶灵 被金光神咒炸开 我急忙拔起地上的斩龙刀 全身真龙之气 顿时呼啸而出 凝聚在刀刃之上 口中 快速诵读这太上杀鬼咒 将一身煞气 凝聚于手 脚踩与布 手中斩龙刀 瞬间挥出 快速向着这些恶灵劈去 被我金光神咒所射 这些恶灵 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雄威 刀光划过 瞬间将一只恶灵斩杀 接着 我连出五刀 一刀比一刀快 犹如霹雳闪电 当最后一刀落下 身边八只恶灵已经全部浮诸 消散于空气中 扑扑扑 而正在与张仲为对峙的桑坤 口中一口口鲜血喷出 犹如心神被伤 面对张仲为咒语般的袭击 浑然不顾 飞快向着我袭来 此时的桑坤一身伤势 狼狈不已 一只眼睛净烈地盯着盯着我 王八蛋 今天即使我魂飞魄散 我也要将你弄死在这里 灭是观音 灭绝诸事 桑坤仰天长笑 嘶哑地喊出这八个字 话音刚落 桑坤犹如用尽了全身精气 突然跪趴在地上 原本魁梧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速度快速缩小 这一幕 就彭仿是全身血水被迅速抽干了一样 结结结 不实地 桑坤尖头高低抖动 干别的喉咙中发出一阵奇怪的惊悚笑声 犹如金属撞击一眼 刺耳难听 张仲为也快速后退了几步 来到了我身边 不好 恐怕是我们将桑坤逼得太紧 他自知无法逃命 准备和我们拼个鱼死网破 听到这句话 我心底不由的一尘 这桑坤可是阴山法脉三十六星之一 实力最低也达到了人道之境 何况 他还动用诏鬼换室降生术 请下了这尊灭是观音 这样的人一旦想拼个鱼死网破 不知道会爆发怎样的实力 而且 这桑坤似乎对我怨恨极大 我一手连斩了他八只恶灵 让他受到恶灵反噬 惊气大损 原本还能和张仲为僵持的局势 瞬间落入下风 现在更是被蔑视观音反噬 在我们交谈间 桑坤双手如同机械一样 木讷地处在地上 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此时的他 眼神中已经毫无人性光芒 一双眼睛有如黑洞一样 深不见底 桑坤体内最后的惊气 似乎也被蔑视观音说吞噬 但是 他对我和张仲为的怨恨 似乎人味消失 桑坤空洞地盯着盯着我们 嘴角张开 声音悠长地念叨 哦 你 巴 那 骂 啊 随着最后一个 啊 自落下 四周的阴邪煞气猛然一动 如同开水沸腾一般 飞快向着我们扑来 沙那时间 我和张仲为就被这股浓郁的阴邪煞气重重包围 四周也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漆黑 与此同时 我心中快速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这黑色煞气中 似乎隐藏着什么恐怖东西 大暗黑天 突然间 张仲为忧心忡忡地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 我扭头看着张仲为 好奇问道 据说 供奉蔑视观音的人 认为世间有太多的疾苦 悲惨 绝望 于是认为 人间即是地狱 他们主张灭世 将人的阴魂纳入大暗黑天中中 吸取阴魂负面情绪 以此归还人间一个安定的世道 这大暗黑天 虽然宣称能吸收人所有负面情绪 归还人体一个纯净灵魂 可是 据我们到加点记记载 那些被引入大暗黑天的人 最后都变成了 生活不能自理的吃傻蛋 这算什么 归还人间一个安定的世道 人世间虽然有太多的疾苦 但也不是一片灰暗 这灭世观音的理念 实在太过偏激了 桑昆念的 本是佛家六字真言 也称谓观世音菩萨心咒 此含有诸佛无尽的加持与慈悲 是诸佛慈悲和智慧的音声显现 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 大智慧 大慈悲 不过桑昆将此咒到面 竟引得四周煞气卷动 向着我们快速扑来 四周漆黑浓郁的煞气 逼得越来越近 将我眼前的视线快速遮挡 也让我难以看清 桑昆所在的位置 人间有疾苦 往生负极乐 两位施主 我送你们前往极碑大暗天吧 漆黑浓密的煞气内 突然传出两道惊悚古怪的声音 我虽然能听出这是桑昆的语气 但是那躯体中似乎是换了一个人 碰 突然间 煞气中一只手掌飞快向着我们后背轰来 手掌间 带住一股恐怖的毁灭之力 犹如蔑视之威 微微感应 便让我心底一片沉浸 涌起一股浓烈的绝望感 退 突然间 张仲伟一把 按住我的肩膀 用力一拉 我整个人顿时向着后面连退了数步 才止住身影 与此同时 张仲伟手中木剑一动 一股杨武雷瞬间从剑尖中射了出去 瞬间迎上了这漆黑手掌 死了 两股截然气力撞击在一起 杨武雷瞬间炸开化位七八道细小的雷电 将这只漆黑手掌包裹住 可即使如此 这漆黑手掌依旧猛烈震动 将一股谷阳武雷震的粉碎消散 这绝非桑坤 这种普通之流 蒙玉使出来的术法 一起用力 张仲伟面色一变 手中木剑瞬间刺出 一道灵力剑气瞬间从木剑中射出 看着那漆黑手掌 我全身真龙之气也迅速汇集在斩龙刀刀刃之上 举起长刀 双手用力向下一批 是 真龙之气飞快化过漆黑手掌 将其一刀展开 可就在真龙之气接触到这漆黑手掌的瞬间 犹如遭遇了硫酸 这一刀砍下 我刀刃之上的真龙之气也被腐蚀了三分之一 好恐怖的煞气 我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猛颤 这股真龄之气虽然不是我用风水氧气数炼出来的 但也是汇集了一丝人道气语 以及我龙血淬炼出来的精气 虽然达不到纯阳之气 但也算是赤裂阳气 一般阴气碰到 瞬间就会被灼烧得飞灰烟灭 即使是普通阴邪煞气 也得难以抵挡 可在这股煞气下 竟然被腐蚀了一部分 站在我身边的张重为室 似乎也察觉到煞气的不对劲 盯着我说道 陆辰 你帮我护住周围 我想办法破开这股煞气 看着越来越逼近的煞气 我点头 好 说完 我手中一动 将全身真龙之气 全部汇集在我斩龙刀刃刃之上 双手紧紧地攥住刀柄 警惕地看着四周 而在我身边的张重为 突然盘腿坐在地上 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山叉灵 这东西 也叫三清灵 乃是道家法器之一 张重为手中三清灵 微微摇动 发出一阵清脆响亮的声音 随着声音四处传播开 我们四周环绕的煞气顿时 向后缩了数尺 可还没持续多久 一股根胃浓厚的煞气 狂猛扑来 似乎要将我们淹没 看着快速涌来的煞气 我急忙取出一道 太阴鸣雷符 此时我手中的太阴鸣雷符 已经不多了 用一张就少一张 可以陷在眼前的局势 恐怕不用不行了 将太阴鸣雷符摆放在手心上 我手中那阴法觉掐动 瞬间将这道太阴鸣雷符激发 刺了 一道鸣雷瞬间激发而出 向着四周阴鸣煞气射去 这鸣雷本就是太阴之气碰撞产生 接触到阴鸣煞气 瞬间就将其吸收 壮大几身 瞬间 鸣雷布满整个石洞 形成一片雷海 将一片漆黑洞罩的一片一片通透 可即使如此 也才勉强阻挡住这股煞气的入侵 开 突然间 张仲为一声大吼 手中法觉变化 掐动一道太极子五印 双手一推 将手中三清灵向着那煞气团扔去 三清灵有如一道抛物线 顿时深入浓密乌黑的煞气中 只见三清灵所过之处 四周乌黑的阴邪煞气顿时 被一股恐怖的力量 错灭成灰 杀那时间 原本乌黑一片的煞气 顿时消散一空 三清灵继续飞动 突然被一只漆黑的手揭下 我仔细一看 这人正是桑坤 此时的桑坤闭着眼 盘坐在地上 全身被煞气侵蚀 早已经变成了一个黑人 全身乌漆默黑 皮肤上还鼓起一条条黑色符纹 看起来 怪异无常 见桑坤反手掐着一个观音印 似乎察觉到四周煞气消散 桑坤慢慢睁开了眼睛 环扫一圈 突然双手猛然一拍 张口一吸 呼 四面八方的煞气飞快涌入他的口中 原本干瘪的肉身 也在这呼吸间变得庞大魁梧了起来 犹如一个巨汗 拦住他 此时 张仲伟也睁开眼睛 看着桑坤 双手拍地 整个人 咻 得一下从地上蹦了起来 手中木剑一动 快速向着桑坤刺去 听到这句话 我也懒得管他 三七二十一 全身真龙之气 瞬间鼓动 手中斩龙刀一提 立刻向着桑坤一刀劈去 速度之快 犹如闪电 在这一刀下 桑坤似乎要被我斩成两劫 可桑坤不慢地松开手中反莲花印 双手一动 向着空慢慢地处了处了一拳 这一拳 看似轻飘飘的 就像是打一团棉花 可随着桑坤手中一动 四面八方的煞气飞快卷动 顿时在空气中形成一个篮球大的煞气拳头 这番手段 倒是和赵轩有些相似 挥手间 便能随心所欲地凝聚四周气力 形成一道霸道绝伦的攻击 看着迎面而来的煞气拳头本能地不想去接 这股带着毁灭之气的煞气 一旦触碰到真龙之气 瞬间就会将其腐蚀大半 我急忙一刀劈出 反手之间 清明铜镜已经出现在我手中 牙齿用力一咬 瞬间就将舌尖咬破 一口龙血立刻喷在清明铜镜上 手指飞舞 很快就在这清明铜镜上 绘制出一道金光神咒 万神朝礼 一使雷霆 鬼妖丧胆 金怪亡形 那有霹裂 雷神引鸣 洞会交撤 武器腾腾 几笔就将金光神咒勾勒成形 我非快举起清明铜镜 向着眼前的煞气大拳一照 一股金光瞬间涌入煞气拳头 阴阳两气相冲 煞气大拳瞬间在我眼前炸开 刚刚好 而另一边 张仲伟手中法掘一动 也非快将这煞气大拳击溃 接着 他扭头看着我 微微点头 陆尘 一起上 早点宰了他 好 我微微点头 一手握着清明铜镜 一手提着斩龙刀 飞快向着桑昆冲去 这被蔑视观音 占据肉身的桑昆 从始至终 庞扶都无比冷静 就连目光之中 也是空洞一片 似乎毫无感情 看着我们袭来 桑昆再次用力一吸 四周煞气顿时 被他吸入胸口 漆黑的皮肤上 一道道诡异符纹 快速亮起 将整个身躯全部包裹住 接着 云淡地看着我们 碰 沙那间 我手中斩马刀 已经砍在了桑昆脖子上 可让我意外的是 这一刀砍下去 犹如砍在的石头上一般 刀刃之势割开了桑昆的皮肤 可接着 一股反振力顿时 从刀刃上传来 将我手中斩龙刀反振开 而就在这刹那间 桑昆飞快扭头看着我 锤在腰间的拳头 一抬一伸 向着我腹部一拳冲来 和刚才一样 这一拳平平无奇 但是我却能感觉到 这一拳带着一股恐怖的毁灭之力 这股毁灭之力 乃是蔑视观音所携带的 这一拳砸下来 足以将我腹部击穿 甚至将其直接一拳打死 我脚下一动 就想要后退撇开 可突然间 我才感觉到桑昆身体四周 似乎包裹着一股浓郁的煞气 这股煞气 拍打在我后背上 竟然推着我 向着桑昆冲去 不好 顿时间 我心中一片凄凉 灵鬼 找死 就在我心中涌起一丝绝望的瞬间 耳边瞬间响起一道怒吼声 原本向着桑昆袭杀而去的张仲伟 突然看到我有难 手中木剑箭矢一转 瞬间向着我桑昆眼球射去 这一剑 似乎让桑昆感觉到了危险 原本袭向我的拳头 突然伸手一扫 向着张仲伟木剑拍去 好机会 我全身真龙之气 猛然一抖 瞬间将环绕在四周的煞气冲飞 脚下一动 整个人直接向着一片急射出去 这才脱离刚才那一击 还未等我身体稳定下来 桑昆的手掌 已经撞击在张仲伟的木剑上 强壮有力的冲击 瞬间轰在木剑上 啪 背一下 张仲伟手中木剑 瞬间被崩断 碎裂成七八份 四处横飞 桑昆一掌将张仲伟手中木剑拍飞 突然扭头看着我 脚下一动飞快向着我袭来 桑昆的惊气 魂魄虽然被蔑视观音吞噬 但是 桑昆对我的杀意 似乎依旧影响着他 刚才那一击 似乎就是想要设下陷阱 将我弄死 陆尘 用天鹏神咒 一边的张仲伟见词 急忙开口大声喊道 天鹏神咒 我似乎有所耳闻 这天鹏神咒出字 北帝悬变真经 古今修学上道 吾不仙荡寿行 盖屈伏摩世之上法 不死至先之进路 所谓北帝 便是北应封都大帝 故此 咒属北帝煞鬼大法 鬼有三辈此咒者 眼睛自烂而身疾死矣 此上神咒 皆斩鬼之思名 北帝密其道 若世人得此法横能行之 便不死之道也 男女大小皆可行之 此所谓北帝之神咒 煞鬼之良法 鬼三辈此法 皆自死矣 即使在道教中 也是密传 这可不是我能学会的 我焦急地应对这丧坤 一边扭头看着张仲伟 大声问道 张前辈 我还不会这天彭神咒 你教我 唉 张仲伟气不可遏地叹了一口气 这次高声说道 此咒乃是北应封都大帝传法 你且面向北方 叩齿三十六下 念动此咒 每四个字一叩齿 一念三遍 道法自称 接着 张仲伟又将法咒给我念了一遍 我快速记住后 在与桑坤的缠斗中 慢慢移动身体 面朝北方 叩齿后便快速念动这天彭神咒 天彭天彭 九元沙童 五丁都斯 高刀北宫 敢有小鬼 欲来见状 绝天大福 斩鬼五行 炎帝裂血 北斗燃骨 四明破海 天游灭泪 神刀一下 万鬼自溃 所谓的叩齿 便是让上下牙撞击 发出声奇特的声音 积极如北地鸣微口 赤绿令 赤 随着我最后 一个字落下 全身精气神 似乎升华一般 数日都未得到休息的身体 疲惫感 瞬间被一扫而空 而体内似乎涌现出一股奇特的力量 随着我手中斩龙刀高高举起 体内一股杀气瞬间四散而来 横延扫过四周 盘旋在空气中的煞气 似乎被这道天蓬骤所射 不停地开始颤抖 就连手中不断吸向我的桑坤 七黑色的瞳孔 微微开始颤抖 显然是有些害怕 不愧是北英风都大帝 所传的杀鬼之法 再念两遍 突然间 在我身后的张仲伟 顿时大声喊道 好 一遍天蓬神咒便有如此威力 那如果再念两遍 必定能将这灭视观音和桑坤 斩杀于此 手中斩龙刀横力 飞快抵挡着桑坤的袭击 而嘴角一动 牙关上下扣动 一连三十六下 天蓬天蓬 九元沙童 五丁都斯 高刀北宫 不许念 向着我袭来的桑坤 突然开口怒吼道 那七黑的瞳孔中 充满暴力和毁灭 双手一动 将体内煞气 全部吸引入双手之中 双手直插 飞快向着我胸膛腹部 脑袋袭来 一朝一试 雷厉风行 速度奇快 不让我念 那我偏念不可 看着这桑坤剧烈的反应 我知道这门神咒似乎对着他有着巨大的威胁 在为施展这门神咒之前 他一脸的风轻云淡 抬头高昂 似乎十分不屑 可就在我念动第一遍神咒之后 这蔑视观音攻击的速度越来越凌厉 而且还开口阻挡 果然 这天彭神咒对他有用 在蔑视观音身后 张仲伟从怀中取出一张黄色俘虏 拖在手心 激动地说道 事后我才知道 三四百年前 阴山法脉还是道家的一职 可之后 由于理念不合 与玄门三教主张的大道越走越远 而阴山法脉的修行之法太过重阴 慢慢地出现一批心术不正之辈 惹得天怒人怨 有些 甚至加入了自古以来的造反队伍 白教 最后 由于造孽太多 而被玄门三教所讨伐 当石龙虎山作为道门首领 自然派出道士围剿阴山法脉 张仲伟门派前辈 自然也对过蔑视观音 这才得知大案天秘法 以及这蔑视观音的破绽 本以为 但桑昆体内精气被蔑视观音所吸取后 便会自信离开 可是 桑昆队杀死我的执念 直到自己灵魂被吞噬后 研究留在了体内 看来 我斩杀那八支愿灵队他的伤害巨大 死都忘不了 有了第一次念咒的经验 我第二次再次施展天蓬神咒 便简单了许多 四字一扣尺 就在十几个呼吸间 这门天蓬神咒 就被我念完了 可我突然发现 第二次念动这门法咒时 体力竟然在快速消耗 不知是桑昆的攻击有利于凶险 还是这门咒法的原因 深吸一口气 我用尽全身力气 嘴角一动 积极如北地名微口斥律令 而在最后一个字落下后 我已惊变得气喘欲欲 彭扶全身所有的力气 都用力念到这段天蓬石神咒 呼 曹操喘了一口气 我体内的惊气神顿时移动 再次被稳固在双手之间 斩龙刀上 以惊龙欲着一股强大的杀气 即使我自己凝视看绝 心中也不由得闪过一丝恐惧 再念 张仲为看着这一幕 眼中金光抖动 急忙催促道 好 我咬牙一动 再次念动天蓬神咒 停下 桑坤再次大声一喊 漆黑的瞳孔中 亮起一圈红光 极为妖艳 见我口中 不停念动法咒 桑坤张口一吸 一股磅礴煞气 被他一口吞入腹部 接着 桑坤体型飞快长大 眨眼之间 就变成一个两米二三的巨人 而身体四周的皮肤 在眨眼间就被撑破 露出漆黑发臭的肌肉 桑坤的身体 此时早已经被掏空了 现在的桑坤 只剩的一具皮囊 既然你们在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桑坤体型变大后 似乎自信心也再次变了回来 双手合十 体内一股股煞气风 狂涌入双手之中 蔑氏 桑坤一掌伸出 向着我拍来 手掌一动 强大的气力 瞬间卷动四周的气力 瞬间形成狂风 突风俱变 我手中斩龙刀瞬间举起 调动全身真龙之气 一刀劈下 有了两次天蓬神咒的加持 这一刀犹如神柱 刀锋直偏下 真龙之气混合着一股强烈杀气 瞬间与桑坤手掌撞击在一起 斩龙刀以势不可挡的威力 瞬间砍在桑坤手掌中 刀刃还未镶嵌进入桑坤手掌 突然 碰 两股气力相撞 瞬间形成一股巨大的爆炸声 气力一合 再次猛然炸开 一股气浪向着四周狠狠扑去 吹得我不禁向后连退了几步 这在止住身体 我抽回斩龙刀 口中天蓬神咒丝毫不受其影响 急急如北地名微口斥律令 找死 找死 你们在找死 桑坤似乎听到了 我第三句神咒落下 心腔气的上下起伏不断 口中发出一阵刺耳尖锐的声音 脚下一踏 整个人也向着我猛冲而来 直到现在 我才看到 刚才那一刀 似乎已经将其半个手掌斩断 有了天蓬神咒的加持 斩龙刀也变得无往不利 三遍天蓬神咒落定 我全身精气神如同淬炼了三遍之久 全身气血如同升华一般 最为恐怖的是 我身边竟然汇集了一股强大的杀气 犹如在战场中行走了一圈 手刃数百敌 看着飞坡而来的桑坤 我不慢地提起斩龙刀 将其举过头顶 斩 一字喝出 全身杀气顺胸猛喷出 刀未动 气形 犹如龙虎一般 飞快奔向桑坤 而我手中一压 斩龙刀犹如从天降 猛然劈下 碰 刹那间 斩龙刀已经和桑坤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手中 一股反阵力 飞快向着我手臂上袭来 犹如看中僵硬之物 我牙齿一咬 脚下一动 一步奔出 抽刀横抹 刷 我整个人快速从桑坤身边闪过 这一刀 我砍中了 我抬头一看 张仲伟已经来到我面前 只见他急忙伸长脖子 点起脚尖 向着我身后的桑坤看去 嘴角还不停念刀 挡出我到家前呗 就是用这门神咒将灭世 观音斩杀 虽然被其逃去一魂 但是 此咒应该对其有效 能将其斩杀 罢 最后 张仲伟还有些不确定 哈哈 同样的陷阱 我岂会踏入两次 桑坤摇摇头地扭头 看住我和张仲伟 三百年前 我便是被这天 彭神骤魄开身去 斩断我九成神魄 差点点死在了 你们这群牛鼻子倒是手中 这三百年来 虽然我还没有恢复实力 但也绝不会给你们 展开肉身的机会 这次 我早已经将全身煞气 灌入头顶 让其变得僵硬无比 你们休想再次砍破我的肉身 桑坤尖锐恐怖的声音响起 此刻 桑坤早已经变成了灭世观音 桑坤不可怕 但是被他召唤的灭世观音 那可是成名许久的邪神 听到这句话 我心中一沉 三次天蓬神咒 几乎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一刀砍下后 我全身精气神 似乎都快速一散 回到我体内 全身肌肉 也酸酸麻麻的 丝毫提不起一丝力气 你 你的头 就在此时 我面前的张仲 唯眼间眯起 身体竟然在微微颤抖 彭扶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我扭头一看 也被吓了一跳 桑坤的头 虽然是对着我们的 但他的屁股 也是对着我们的 脖子一下 似乎才保持着 刚才身体俯冲的形状 刚才那一刀 我猛屁而下 但是刀刃似乎看中了 什么僵硬的东西 容不得我质疑 手中斩龙刀一手 横向一抹 这一刀太快 我也看不清 我的头 桑坤那干别的脸尖难的 挤出一丝疑惑的神色 突然间 桑坤似乎是反应过什么来 眼睛向下一瞥 只见自己的屁股 已经露在自己眼下 桑坤猛然抬眼 狠狠地看着我们 眼神中的红色光芒 也在快速消散 那漆黑的瞳孔中金光 也变得越来越浑浊 一身浓厚的煞气 似乎也不受控制一般地 向着四周飘散而出 灭世观音寄宿的肉身破灭 即使他有千般手段 此时也难以发挥十分之一 张仲伟看着飘散而出的煞气 轻松说道 你们 尔等小贼 你们给我等着 等我再次降使 我一定将你们抽筋扒皮 愤恨地看着我们狠狠地诅咒着 桑坤的肉身破灭 灭世观音也没了诉主 只能准备逃走 煞气滚动 一股黑中带惊的气力顿时直冲动顶 这就是灭世观音的惊破 突然间 张仲伟手中的黄色符路抬手一拍 一道黄赤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住灭世观音的惊破 将其团团困住 你一个陷阱 不会再踩两次 难道我就会 这次 我看你怎么逃 张仲伟手中一动 快速将手中黄色符纸对折起来 没几下 就将这道符路折成一个三角形 而空气中那道黄赤色光芒 携带着灭世观音的惊破 也被符路所射锋印在了这道符路中 呼 张仲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将手中的三角色入一兜中 没想到这阴山法脉的低弟子 会修炼成此等邪术 这份实力 恐怕不亚于阴山十四王了 不亚于阴山十四王 这桑坤的实力 难怪和之前我所遇到的那些 同位三十六姓的阴山弟子 有着巨大的差别 这次斩杀他 可是耗尽了我全身手段 张仲伟拍着我的肩膀 欢庆鼓舞道 陆魁首 你这次可是立大功了 没想到 这次蔑视观音亲自将士 难得难得 这老妖怪 自从上次被我到家前 被斩断惊魄之后 就小心翼翼地前行 不敢露面 你出手将其斩杀 足以让你名扬天下 不过是些虚名而已 比起这次 我更好奇 这次斩杀桑坤 给我算二等功 还是一等功 心有所想 但是我还是谦虚的 不敢当 这次也是有张前辈在一边掠阵 帮我分担了杜具大压力 而且 若不是你传授的天鹏咒 我也不是那蔑视观音的对手 功劳之类的 还是出去再算吧 不着急 我虚脱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慢慢恢复精气 这一番战斗 不亚于我个一万米 刚才战斗还不觉得疲惫何累 现在停下来 全身就开始酸痛无比 身上 更是没有丝毫力气 谦虚了 张仲伟拍了拍我的肩膀 几步走到桑坤的尸体身边 脚下用力 一颗石子瞬间飞射而出 碰 呗一下 直接穿透了桑坤的身体 桑坤一身的精气血肉 早已经被蔑视观音吞消耗得干干干干净净 一颗石头穿过 桑坤的尸体就犹如沙子一样 散落成一堆粉末 张仲伟几步走到粉末旁 拾起地上一根石洞内的骸骨 扒拉了几下 就从这些尸体粉末中 取出几件东西 随手一丢 落在了我的面前 陆魁首 你出去之后 将这件东西上交 就能拿到功勋奖励了 而且 这次我出去后 会将桑坤的情况向上说明 给予属于你的报酬 张仲伟提醒道 这 我迟疑了片刻 继续开口道 张前辈 这桑坤 可是我和你共同努力斩杀的 功勋我们一人一半就行 张仲伟哈哈一笑 举起手中的三角浮露 放心吧 这次我获得的好处 可不比你少 凭借这东西 悬门会给我一些好处的 若不是你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这面是观音手中 也讨不了好处 施展那天 彭神咒 需要大量的 元阳之气和精气 我虽修炼着 杨武雷神诀 但是 以我这七八十岁的身体 也经不起 如此巨大的消耗 否则 刚才我也不会让你 独自一人 面对这面是观音了 说到最后 张仲伟的语气中 也带着一股浓烈的歉意 我对这天 彭神咒 完全不料解 这属于道家秘传 而我可是奇门风水的人 不知道实属自然 经张仲伟如此解释 我才知道 为何念动着天彭众 全身精气 一次比一次消耗大 在踏入此地时 我可是吃鱼肉 恢复了一生的精气神 可现在 身体已经开始疲惫 饥饿 虚弱不堪 但这次我也不亏 张仲伟将此法传授给我 现在幽默禁止我施展 显然是认可了我 这样一道神咒在手 以后 面对如此恐怖的恶灵 也算是 有了一战之力 即使面对诅咒中那些白鬼 我也有了一丝对敌的手段 收获颇风 我休息了一会 便动身爬上了 我们下来的那个通道 取下四五条鱼 直接抱着声啃了起来 体力消耗太多 现在要尽快补充 待会用力气的地方可不少 而之前站在桑坤身边的两个阴山 法脉弟子 此时也烟气了 尤其是 被我贴了一道风铃七破咒的那个 七破被封 在战斗之余 就窒息而亡 而对上张仲伟那个 似乎死得好受一些 我吃了两条鱼后 提着剩下四条一跃而下 再次来到了石洞内 被挟持的那个道家弟子 和佛门弟子 在刚才的余波中 由于心力憔悴 早已经陷入昏迷 我走近一看 心中顿时涌起一丝悲切 那佛门弟子的一条大腿 已经被狠狠切断 上面的血肉 似乎已经进了阴山法脉 那三人的肚子中 剩下这个道家弟子 似乎还好点 但是四肢 已经被生生扭断 这群畜生 看到如此惨壮 我气得砰破口大骂了一句 这些的人简直不当人人 这两人还不是最惨的 当我走到石洞边 向着一看 这里的惨状 让我心底 瞬间涌起一股寒气 眼眶红润 全身轻颤 这弹洞内 还有五具尸体 其中还有三个玄门弟子 两个阴山法脉的弟子 可是尸体此时 已经开始溃烂 显然是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甚至怀疑 桑坤等三人 留着这两个玄门弟子的 就是为了补充实物 浮生无量天尊 看到这一幕 张仲伟站在地洞旁 低声送读了一声 接着慈悲地 开始念动往生咒 超度亡魂 无奈地看着这一切 心底渐渐开始担心小刀子 小刀子跟着我来 我自然要尽全力 保护他的安全 见到这一幕 我脑海一片混乱 不知道小刀子等人现在的情况 也庆幸 我没有带赵轩来此地 若是面临这样的绝境 赵轩还指不定会发生什么 足足过了十分分钟 张仲伟才念诵完三遍往生咒 走到我身边 抬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 战斗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残酷 不幸的是 这次是我们的人受到更多的苦难 但这是值得的 我木讷地点点头 张仲伟所说的不错 我们不阻挡阴山法脉 那西南境内就会涌现出一批不法之徒 杀人恋鬼 刨尸治疆 阴山法脉的残忍手段 我已经见识过了 有些事情 必须要有人去做 缓呼了片刻 张仲伟拍着我的肩膀 安抚说道 走吧 将这两人抬出去后 我们尽快将困在此地的悬门弟子 全部就出来 结束此行 我无奈叹了一口气 这才处着膝盖 从地上站了起来 几步走到这两个悬门弟子 深小心地查看 此时 这两人还陷入昏迷之中 就算醒来 以他们这样虚弱的身体 也无法从这石洞内走出去 沉思许久 我和张仲伟一 自决定用这里所有的布料 制成一个担架 将这两人抬出石洞 之后 再考虑如何让他们苏醒 说干就干 我一纵跳下石缝 将地下石缝内的 五具尸体身上的衣服 趴下来 拧成一条绳子 用力向上一丢 张仲伟抓住一端后 将我拉了上来 将这里所有衣服弄下后 我们这才有足够的绳索 辗转疼痛 费尽全身力气 才将这两人送出石洞 来到深渊十八层后 我又跑去地下暗河 双手提着两个桃罐 运回两罐喝水 小心翼翼地 给这两人喂下 然后又将鱼肉弄碎 小心翼翼地 给这两人喂下 那道门小道士 还好一些 外伤不严重 但是这佛门小和尚 一条大腿 已经被砍断 全身流了不少血 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做完这一切 我和张仲伟立刻动身 很快找到了第二个石洞 开始寻找悬门弟子 和阴山法脉的人 有了上次的经验 我们不再小心翼翼地试探 来到那通道口 我飞快将斩马刀 插入石壁口 用力一翘 瞬间将石壁顶起 而张仲伟提着一柄 搅获来的木剑 手中早已经掐动 一道法掘 一股股灵力恐怖的剑气 也早已经附着在木剑之上 看着门开 一个剑步 瞬间冲了出去 看见阴山法脉的弟子 拿管三七二十一 手中一动 瞬间将其斩杀 而我也毫不逊色 紧跟张仲伟身后 手中斩龙刀挥舞 瞬间冲了出去 眼神一定 立刻确定悬门弟子所在的位置 几步冲过去 将其护在身后 然后袭击了向阴山法脉弟子 分工明确 若是有阴山法脉弟子 饿了这么久 也难逃我俩的对手 第二个山洞内 稍好一些 其中的阴山法脉弟子 已经被悬门弟子全部斩杀 但是在内的人 也饿得虚弱无比 弃弱油丝 确定没有危险后 我和张仲伟立刻放下食物和水资源 让他们就在此地恢复体力 毕竟 运送这些人出去 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力气和时间 恢复一些后 有实力 自然能按照我们留下的信息 自己走出去 这场搜救还在持续 可是小刀子等人的身影 我一直没有找到 一直到了第六个山洞 我这才见到了熟悉的人影 和我们一起进来的成天川 当我们踏入这里时 整个山洞内只有成天川一个人 剩余的悬门弟子和阴山法脉之人 已经同归于尽 全部死在了这个山洞内 让我惊骇的是 这里面竟然有一位 之前被张仲伟重伤的阴山王 要知道 这次阴山法脉敢踏入西南境界 就是因为阴山三圣 和十四位阴山王 这份实力 开始让他们有底气 面对悬门三教 成天川这家伙倒是幸运 竟然来到了这样一个危险的山洞 若是阴山法脉 那些人活下来 这家伙 恐怕就要沦为血食了 成激动地看着我 带着哭腔诉说道 早知道 打死我都不来这破地方 陆爷 也好惨啊 知足吧你 我冷冷瞥了一眼 比起之前我见到的那些 阴山法脉弟子 这家伙被困在这里 不过是一天的时间 有什么惨的 我抬腿踢了他一脚 别卖惨了 外面有很多悬门弟子 都受伤了 你不是带药箱了吗 快出去 帮他们处理一下伤势 皮门其实就是要加分支 不过是所主张的理念不同 医生大夫 江湖郎中所奉行的理念 大多数都是治病救人 然后收起钱财 而皮门主张的 确实利用这些疾病来赚钱 人品道德虽然差了点 但是治病救人的本事也不差 可是陆魁首 我饿得慌啊 全身都没有力气 路都走不动 承天川看着我 喋喋不休地说道 难道要我背你出去 我瞥了一眼 低声说道 承天川咧嘴一笑 这样最好 可当他看着我阴沉的脸色 顿时将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 不 不用了 我哪敢劳烦陆爷呢 我还有点力气 你给我等着 我丢下一句话 就向住身冤外走去 不久之后 我就带五条鱼 和一罐水 走到了承天川身边 抬手递给了他 赶紧吃 吃完之后 就出去救人 生鱼呀 承天川看着手中的鱼肉 眉头紧皱 闷闷不乐地说道 有的吃就不错了 我冷冷说道 脚下一动 向住石洞内阴山法脉那些尸体走去 承天川眼前突然一亮 陆魁首 咱们聊聊呗 这石洞这些阴山法脉弟子的功勋 能不能记载我名下 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